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星星学会了复杂的语言,能熟练地使用各种工具,进化到足以挑战人类的统治地位,那么人类是否还是地球上唯一的主宰? 这样一个引人深思的议题,出自好莱坞电影史上一部横跨56年,共计9部作品的经典IP,这个系列便是围绕着人缘对决而展开的故事。 这个IP的起源还要追溯到1968年,改编自法国作家皮埃尔·布勒的同名科幻小说《人缘星球》首次亮相荧幕,电影不仅探讨了种族矛盾,冷战时期的社会氛围,还巧妙地融入了科技异化,时空穿越,以及平行宇宙的科幻元素。 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之中,融入了深刻的人类哲学思考,是因史上不可多得的科幻经典之作。 《人缘星球》之后,该系列相继推出《失线星球》、《逃离星球》、《征服星球》和《决战星球》。 这些续作延续了原作的科幻构想与社会批判,深化了人类与原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2001年,蒂姆·波顿指导的《决战星球》上映。 这部电影虽然在视觉效果上有所创新,但口碑大不如前,被认为是波顿职业生涯的滑铁卢。 2001年《星球崛起》系列的首部作品《星球崛起》上映,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故事片章,紧随其后的是《星球崛起》、《灵明之战》和《星球崛起》、《终极之战》。 而备受期待的《星球崛起》、《王国诞生》,预计将于2024年上映。 后来,我是阿比。 在新电影播出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经典的科幻IP。 今天先来开启大家最熟悉的《星球崛起》。 说到它,就不得不提IP开山制作《人缘星球》。 简单来说,两者是故事蓝本和前传的关系。 前者的设定发生在2000年以后的地球上。 那时,元族已经成为了这个星球的统治者,人类则是被斩暖的生物, 而后者则是在当下的时空展开,讲述元族如何在地球上进化为高等智慧生物, 以及人类如何自食恶果并没落的故事。 两部电影都有着同样的讽刺意味,引发了有关人类和其他物种间的存亡思考。 不同的指示,人缘星球是从人类的视角出发去探索真相, 而星球崛起则是从星星的角度去看人类, 展现了一个更加荒诞且让人感到凄凉的世界。 在接下来的视频中,我们还会提到人缘星球中的一些致敬元素。 好了,话不多说,开始今天的故事吧。 影片开始于茂密的原始丛林,一群黑猩猩正在行进中, 突然间,它们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一群手拿枪支棍棒的猎人出现,一番追逐后, 一只母猩猩落入陷阱,被人类逮捕,被迫离开了它的家园。 画面一转,来到了美国旧金山生物科技公司基因系统公司, 公司名称GinSys,logo是一个DNA双螺旋结构, Gin指的是基因,Sys指的是系统, 这个名字一听就很高大上, 但玩味一下,你会发现更深的含义。 把它们拼起来,谐音是Genesis,是起源的意思。 再细想,如果把首字母大写,这不就是圣经里的创世纪吗? 导演在这里玩了一个双关, 暗示着这里可能是地球未来命运的起点。 主角威尔·罗德曼,这位基因公司的年轻化学家, 正在研究一种新药,据说是从病毒演变而来的, 目标是治疗阿兹海默症, 他们给这个药取了个名字,ALZ-112, 这名字其实是向1968年的《人猿星球》致敬, 因为那部片子正好是112分钟。 威尔的第一个实验对象, 是一只名叫亮眼的雌性黑猩猩, 亮眼其实是在呼应人猿星球里的情节, 主角被人猿抓住后, 人猿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亮眼。 威尔看着亮眼,这只曾经对汉诺塔测试一筹莫展的黑猩猩, 注射了112号药物后,就像换了一个大脑, 只用了20步就巧妙地解开了这个智力测试, 而距离最优解法也只多花了5步而已。 这一切让威尔兴奋不已, 他迫不及待地得出结论, 112号药物已经做好准备, 可以进行人体实验了。 为了获得批准, 威尔在董事会上展示了他的研究成果, 但事情却出乎意料地发生了变化, 亮眼突然变得异常激动, 对实验人员发起了攻击。 此刻,威尔正向董事会展示了112号药物的成效, 强调除了猩猩眼睛红膜上的绿色斑点之外, 药物并没有引起任何副作用, 而这种独特的绿色红膜也成为了影片中猩猩具备高等智慧的标志。 然而, 会议被突然闯入的亮眼打断, 紧张的氛围迅速升级。 在一阵混乱之中, 亮眼被保安击毙, 悲剧性的场面令人心痛, 威尔的上司雅各布斯怀疑其他猩猩可能也被病毒感染, 而他是个生意人, 从不做赔钱买卖, 与其进行全面体检, 不如直接全部杀死。 这次意外后, 董事会决定撤资, 这对威尔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雅各布斯建议威尔, 如果他还坚持要继续研究, 就得从头再来归零重启。 在这样的低谷时刻, 助手弗兰克林给威尔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 一只刚出生的小猩猩, 亮眼的孩子。 弗兰克林解释说, 亮眼之所以失控, 只是因为他想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在处理掉实验中的其他猩猩后, 只有这小家伙他没能下手, 便请求威尔收养他。 在这里, 导演巧妙地融入了对人猿猩猩猩原版导演 弗兰克林·斯凡娜的致敬, 通过这个角色名表达了对经典作品和其创作者的敬意。 威尔把小猩猩带回了家, 从家里摆放的证书和凌乱的钢琴声中, 直观地展现了威尔父亲曾经是一名钢琴老师, 现在却身患阿兹海默症。 过去的辉煌与现在的落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威尔会如此执着于自己的研究。 命运在此交织, 作为人类的威尔想要救治父亲, 作为猩猩的亮眼想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小猩猩失去了母亲却得到了父亲, 并从这一切的起因患病失智的威尔父亲那里, 得到了他的名字凯撒, 威尔父亲举起凯撒念出了一句话, 可是对于凯撒他只能贵福和惊叹。 这句话出自莎士比亚戏剧, 安东尼与克利奥佩特拉像是在暗示, 这只小猩猩注定要走一条不凡的路, 一种领袖气质, 一股改变历史的力量都在这个名字里悄悄埋下了种子。 威尔这位心尽奶爸日夜操劳照顾小凯撒, 正像世上所有的父亲一样, 每当威尔筋疲力尽时, 看到墙宝中凯撒那信赖依恋的眼神, 所有的疲惫和困惑幅都烟消云散了。 凯撒的成长速度简直惊人, 智力发展远超一般人类小孩, 他仅用几天就学会了自己喝奶, 到了18个月大时, 已经会认24个单词了, 两岁的他能轻松玩转设计给8岁孩子的玩具, 并且仅用15部就能完成汉诺塔测试, 他那独特的绿色红膜斑点, 是他从母亲那里遗传来的特殊DNA, 而这将在不远的未来彻底改变黑猩猩的命运。 值得一提的是, 凯撒在象棋上特别有天赋, 象棋与兵法向来有着最为直接的内在联系, 这一细节暗示着, 即使还在幼年, 凯撒已经展现出了未来领袖的潜质和战略思维, 随着威尔父亲病情的恶化, 威尔陷入了绝望, 他选择了一个极端的方法, 给父亲注射了尚未获批的112号药物, 存放药物的冰箱里只有两瓶啤酒, 这暗示着威尔的单身生活枯燥乏味, 患病的父亲和药物事业占据了他生活的全部, 威尔一举一动都被凯撒看在眼中, 这位后来的剧情埋下了伏笔。 隔天清晨, 威尔被美妙的钢琴声唤醒, 神奇的是, 112号药物竟在他父亲身上起了治愈作用, 与此同时, 凯撒被楼下孩子们骑车的画面吸引, 羡慕之情, 悠然而生, 他悄悄溜出家门, 来到邻居家, 想要玩玩他们的自行车, 却不料把孩子们吓了一跳, 邻居发现凯撒后, 愤怒地拿起棒球棍攻击他, 幸好威尔及时赶到, 将凯撒从危险中解救出来, 凯撒在那次意外中受了伤, 威尔带他去看兽医, 在诊所里, 凯撒敏锐地察觉到威尔对医生卡洛林的好感, 机智如凯撒, 他用手语示意, 帮威尔签了一条红线, 促成两人的姻缘, 卡洛林到威尔家中参观, 惊叹这个当霸的祖心了, 给小凯撒搞了一个别有洞天的儿童房, 但他提醒威尔, 凯撒毕竟是这清醒, 他的本性是在野外自由奔跑, 威尔听了卡洛林的建议, 决定带凯撒去感受真正的大自然, 金门大桥另一端的红木国家公园, 那里聪裕繁茂, 野性十足, 被誉为原族的应许之地, 凯撒头微低, 手掌向上, 伸向威尔, 卡洛林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动作背后的意义, 那是凯撒对威尔的信任和请求, 在得到威尔的同意后, 凯撒如释重负, 欢快地奔向了广阔的丛林, 直奔那高耸入云的大树, 他的动作轻盈而迅速, 仿佛这就是他的天堂和归宿, 在爬上树顶的那一刻, 凯撒终于找回了他的本能和自由, 五年的光阴一晃而过, 凯撒在这片翠绿的丛林中茁壮成长, 伸手矫健, 穿梭如飞, 他站在树巅, 远眺着金门大桥那头的人类世界, 心中泛起了难以言说的情绪, 与此同时, 他看向树下的威尔和卡洛林, 他们的幸福和甜蜜, 让他感受到了人类世界的温暖, 然而, 像世上所有的青少年一样, 凯撒的心中也藏着一丝困惑和孤独, 回家路上, 凯撒遇到了同样被神所酸住的宠物狗, 他既非真正的人类, 也不是纯粹的动物, 他是一只大猩猩, 同时也是一只拥有高等智慧的个体, 为了解释凯撒的来历, 威尔把他带到了基因系统公司, 那个决定了凯撒命运的地方, 在那里, 威尔详细叙述了当年发生的悲剧, 这也是卡洛林第一次听到这段历史, 作为一名兽医, 他不仅深谙动物的生理和心理, 也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有着敏锐的洞察, 他的心中涌现出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尽管威尔的初衷是为了治疗父亲的疾病, 但他所进行的实验, 实际上是在挑战自然的规则, 试图操控那些人类无法完全控制的力量, 第二天早上, 凯撒的情绪依然低落, 甚至不肯吃早饭, 但看到威尔父亲拿反了叉子, 却很有耐心地帮他纠正, 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 却让威尔意识到父亲的病情又加重了, 人类的免疫系统对LZ-112产生了抗体, 所以这种药物只有短暂的疗效, 威尔的父亲病情发作, 意外撞坏了邻居的车, 这时凯撒正在玩着一个自由女神像的玩具, 这个细节也呼应了原版人渊星球的名场面, 海滩上破败的自由女神像, 听到外面的喧闹声, 凯撒从屋内冲出去, 攻击了邻居, 试图保护威尔的父亲, 有生以来第一次凯撒从人类的眼中看到了恐惧, 他是个异类, 由于这次攻击事件, 凯撒被强制关进了灵长类动物收容所, 这地方一眼望去似乎还不错, 管理员一家看起来挺和蔼的, 但凯撒很快就发现, 这里并不是真正的大自然, 天空和大树都是假的, 凯撒看见威尔在文字上签字, 感觉就像被抛弃了一样, 威尔安慰他说, 一切都会好的, 但对凯撒来说, 这些话就像一阵风, 看着威尔离去的背影, 凯撒充满了失望和绝望, 威尔前脚离开, 管理员马尔夫, 管理员道琪就露出了真面目, 把凯撒哄骗到了一个阴暗狭窄的笼子里, 用水枪攻击他, 还嘲笑他是只蠢猴子, 在监狱般阴暗的收容所里, 凯撒见识到了人性的残忍与险恶, 他不仅身体被摧残, 心灵也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这种经历在人员星球中也有所体现, 主角海斯顿也曾经遭遇过类似的折磨, 凯撒在孤独、寒冷和心碎的情绪中, 用墙壁作为他的画布, 画出了家中窗户的样子, 威尔试图缩短上诉时间, 但却无能为力, 他必须等待整整90天, 看着因为失去凯撒而病情加重的父亲, 他决定开发一种更具毒性的药物, 希望能够更有效地发挥效用, 威尔向雅各布斯坦白, 他私自为父亲注射了112药物, 并且取得了成效, 雅各布斯立刻意识到, 这不仅是科学上的突破, 十只黑猩猩被送到实验室, 一番观察后, 威尔选择了实验室的常客, 科巴, 但在过程中, 一场意外发生了, 由于科巴的挣扎, 弗兰克林的面罩不慎脱落, 吸入了112药物的升级版, 浓度更强的113气体, 结果科巴在实验后展现出了惊人的进步, 他甚至能用手写出雅各布斯的名字, 但113气体对人类来说, 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弗兰克林因为吸入药物开始咳血, 成为了源流感的零号病人, 另一边, 凯撒的处境仍然艰险, 除了忍受盗戚的残酷对待, 还要应对黑猩猩中的首领, 火箭的排挤和敌意, 人的兽性和兽的兽性, 在此阴暗之地成为对未来王者的考验, 所谓英雄必经炼狱, 凯撒的初次较量必然以惨败收场, 收容所里, 凯撒遇到了一位特别的伙伴, 红毛猩猩毛里斯, 毛里斯曾在马戏团待过, 所以也懂得收益, 他向凯撒透露了一个残酷的事实, 人类并不喜欢太聪明的星星, 并警告凯撒要格外小心, 再次和威尔会面, 凯撒十分高兴, 以为自己可以回家了, 凯撒身上的伤痕, 让威尔意识到收容所的虐待, 他试图带走凯撒, 却被法律的牢笼束缚, 最后, 威尔无奈地离开, 这让凯撒明白了一个残酷的道理, 只有靠自己才能获得自由, 凯撒回到龙中, 愤怒地擦去了墙上的窗户, 开始策划逃脱计划, 放风的时候, 他爬上屋顶, 凝视着远方, 一个计划浮上心头, 这天晚上, 稻奇带狐朋狗友来参观, 以戏弄黑猩猩为乐, 他们粗鲁的行为, 激起了凯撒的愤怒,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稻奇的朋友发现, 凯撒的眼神与众不同, 充满了挑衅意味, 于是用啤酒逗弄他, 没想到却被凯撒反手掐住脖子, 并趁机从他身上拿了一把小刀, 深夜, 凯撒用小刀打开龙门, 他的第一步行动, 释放放风处的大猩猩, 巴克, 巴克身材魁梧, 力量惊人, 在他的帮助下, 凯撒进行了第二步, 当众击败欺负过自己的猩猩, 罢免称王称霸的火箭, 并接替他的领导位置, 确立自己在猩猩群中的威信, 这一幕火箭沉浮时, 也同样伸出了一只手, 和凯撒之前请求得到威尔许可时, 做的动作一样, 这是一种表达敬意的方式, 威尔试图用113气体来挽救父亲, 却遭到了父亲的拒绝, 父亲临走前轻轻一声哀叹, 或许是在想念失去了家人凯撒, 卡洛林对威尔说, 有些事情是无法改变的, 要学会接受现实, 这既是对威尔的安慰, 也是对妄自尊大的人类发出了劝解, 失去凯撒和父亲, 威尔深刻意识到, 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急功近利, 忽视了药物潜在的风险, 然而醒悟来得太晚, 雅各布斯被商业利益诱惑, 决定不顾一切, 继续推进113气体的实验, 面对这样的决定, 威尔只能选择退出项目, 不再参与其中, 他的内心充满了悔恨和自责, 但也深知某些事情一旦发生就无法挽回, 被感染的弗兰克林急切地来找威尔求救, 但命运弄人, 他竟然撞见了那个爱找茬的邻居, 在这场意外的邂逅中, 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弗兰克林一个喷嚏, 在倒霉邻居脸上留下了一脸的病毒, 就是从这里起, 远流感开始传播, 威尔试图用钱汇住收容所, 以此来换回凯撒, 这方法虽然有效, 但时机已然太晚, 凯撒站在了选择的十字路口, 一方面是自由的互换, 另一方面是龙中同伴的眼神, 最终他看见威尔手中的绳索, 决然地关上了龙门, 拒绝离开, 眼含泪水, 却没再多看威尔一眼, 人类离开后, 巴克带头发出了呼声, 这举动仿佛是在安慰凯撒, 这一刻, 凯撒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要带领星星们逃出牢笼, 凯撒首先通过分发饼干的方式, 来训练他们听从命令, 可这样显然不够, 鲍里斯告诉他, 猴子都是愚蠢的, 这句话点醒了凯撒, 他制定了更加大胆的计划, 他利用记住的门锁密码, 在夜幕的掩护下, 悄然逃出收容所, 穿梭于城市的阴影中, 回到了家, 在短暂地注视着熟睡中的威尔后, 他从冰箱中取出药物, 并迅速弄懂了这种新型器物剂的使用方法, 黑夜已尽, 黎明到来, 星星们在笼中渐渐苏醒, 一双又一双绿色的眼睛亮起, 宣告着一个全新的纪元到来, 收容所的电视机里正播放一则新闻, 一艘载人飞船正飞往火星, 这并非是毫无意义的新闻画面, 而是呼应了《人渊星球》系列电影, 这艘飞船正是穿越时空, 坠落在未来地球上的那艘伊卡洛斯号, 众所周知, 伊卡洛斯号的名字, 源自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故事, 戴达罗斯和他的儿子伊卡洛斯, 为逃离克里特岛的拉比林斯宫殿, 制造了两副用蜡和羽毛织成的翅膀, 在逃跑前, 戴达罗斯警告伊卡洛斯不要飞得太高, 以免太阳的热量融化固定羽毛的蜡, 也不要飞得太低, 以免海水的湿气使羽毛沉重, 然而伊卡洛斯在飞行中兴奋过头, 忘记了父亲的警告, 飞得越来越高, 直到接近太阳, 结果太阳的热量融化了蜡, 羽毛脱落, 伊卡洛斯坠入爱琴海并溺水身亡, 这个故事象征着人类对超越自然界限的渴望, 以及过度自信, 不顾警告而导致的悲剧, 这里, 伊卡洛斯号飞行的画面, 取自1968年阿波罗8号飞行的真实素材, 这也正是人猿星球供应的那年, 道奇的父亲离开收容所前, 他惊奇地目睹了一个前所未见的景象, 星星们聚在一起, 仿佛在秘密谋划着什么, 与此同时, 在基因系统公司, 星星的113气体正在批量生产, 而富兰克林也被发现暴毙家中, 就此拉开了人类作死的序幕, 夜里, 道奇被凯撒引诱到放风处,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肉体攻击和语言侮辱后, 凯撒终于爆发, 发出了震惊人类和星星同胞的响亮一声, 这一幕致敬了1971年的逃离星球, 人类将原类当作宠物, 让它们做众活和脏活, 对它们的任何反抗行为的回应都是不, 最后一只骄傲多的星星终于对人类喊出了不, 率领原类反抗了人类, 这标志着星星们意识的觉醒, 它们不再是无声的受害者, 而是反抗压迫的主体。 一阵寂静过后, 凯撒一拳将道奇击倒, 正式开启了这场激动人心, 令人肾上腺素飙升的越狱行动。 道奇捡起电击棒, 追到笼中, 凯撒贼水枪还击, 这意外导致了道奇的死亡, 本无意伤害人类的凯撒, 眼中闪过一丝恐惧, 但他很快就被笼子上基因系统公司的标牌吸引, 这意味着收容所里也有同伴被抓去做实验。 凯撒没有时间处理情绪, 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在他的带领下, 星星们破窗而出, 穿越城市, 向基因系统公司进发。 第二天, 维尔醒来后, 发现凯撒房间被冻过, 匆忙拨打收容所电话, 却一直无人接听。 意识到不对劲, 他急忙赶往收容所, 却发现那里空无一星, 道奇死了, 他爱活着的兄弟告诉维尔, 你的星星开口说人话了。 这天报纸上的头条新闻是飞船失踪, 这正是人云星球中出现了那艘飞船, 也是导演设置的小彩蛋。 同时, 这座城市的人类即将目睹星星的崛起。 通过收容所的监控录像, 警方惊骇地目睹了星星越狱的全过程, 他们意识到即将面临的巨大危机, 旧金山警署迅速做出反应, 紧急出动。 唯一能够洞悉凯撒意图的人只有威尔, 怀着对凯撒深深的担忧和责任感, 他驱车往红木国家公园方向赶去。 此时此刻, 凯撒带领星星们在城市中一路突围, 他们不仅成功释放了被囚禁在实验室的同类, 还将动物园里的伙伴们解救了出来。 雅各布斯在回公司途中, 得知了富兰克里的死讯, 接着看到实验室里一片狼藉, 头顶则是成群的星星, 他们没有伤害雅各布斯, 然而雅各布斯逃上直升机后, 想的确实把这些星星赶尽杀绝, 尤其是带头的凯撒, 直升机开始对星星发动攻击, 与此同时, 在城市的街道上, 人们震惊地发现, 这些星星不再是过去那些智力低下的野兽, 他们不仅能使用工具作为武器, 还展现出星星策划和组织有序的反击。 穿越城市的过程中, 星星们遭到了警察的阻拦, 但他们并没有伤害到任何无辜的人类, 最后一关就是成功跨越金门大桥, 抵达星星的天堂, 红木国家公园。 星星们穿过拥堵的车流, 在桥的另一头, 旧金山警署全部出动, 全副武装, 封锁桥面, 守株待兔, 自认为可以像朝筒里的鱼开枪一样, 轻易去杀星星, 但他们不知道, 星星们早已不是过去那些任人宰割的无脑野兽了。 发现前方有异样, 凯撒果断调整的战略, 发挥星星们的空中优势和地面力量, 指挥星星分三路穿越金门大桥, 他让大部队利用桥梁的结构, 一部分爬上桥顶, 另一部分下到桥顶, 只有少数星星留在桥面上, 与警方正面硬钢。 骑警从后方发起驱逐, 一场激烈的交锋随之展开, 凯撒见了同伴们陆续倒下, 下令星星们发起转机, 夺取马匹, 但坚持不杀害人类。 与此同时, 人类的子弹却没有丝毫留情, 一只星星被击中坠入大海。 见状, 凯撒指挥几只强壮的同伴, 以一辆公交车作为掩护, 向警方发起了猛烈的反击。 迷雾中, 凯撒骑着巨马, 英勇献身, 气势如虹。 这一幕不仅是电影的高潮场面, 也是对原版《人缘星球》中, 海斯顿第一次见到人缘骑马的经典画面的呼应。 伴随着凯撒的一声怒吼, 星星们从桥底和空中汇集, 突袭那群惊慌失措的人类, 最终将这条封锁线彻底击溃。 正当星星们庆祝胜利时, 威尔也恰好赶到了现场。 父子二人四目相对, 还没来得及说上话, 雅各布斯的直升机从天而降, 对着星星们疯狂扫射, 子弹如雨点般落下, 凯撒危在旦夕, 巴克挺身而出, 扑倒了一架直升机, 直至他坠毁在桥面上, 他英勇地牺牲自己, 救了凯撒一命。 凯撒目睹了巴克的死亡, 内心深处痛苦万分, 他看到了人心的两面, 一面是像他的养父威尔那样的慈悲与善良, 另一面则是雅各布斯那般的冷酷与残忍。 凯撒缓缓走到直升机前, 面对求救的雅各布斯, 他心里很挣扎, 最终放弃了救援, 把决定生死的大权交给了科巴。 直到生命最后一秒, 雅各布斯仍然在咒骂着, 蠢猴子。 雅各布斯的结局, 恰似一个时代的终结, 他的名字是对老板人猿星球五部曲制片人的致敬, 也象征着一个旧时代的羡慕。 战斗终于结束, 星星们穿越金门大桥, 迈向那个梦寐以求的乌托邦, 红武国家公园, 威尔也驾车紧随其后, 但现在这片森林已经不再属于人类, 作为入侵者, 威尔遭到科巴的攻击, 幸得凯撒及时出手相救, 此时的凯撒威严尽险, 已然是一副王者风范, 而科巴的这个举动, 请求凯撒跟他回家, 他承诺会保护他, 但早在收容所时, 凯撒就已经明白一个道理, 人类不能保护星星, 只有星星才能保护星星。 他环顾四周, 肩负着同族的希望与重担, 对威尔说出了决定性的话语, 这里就是凯撒的家, 他不再是那个依赖威尔的小星星, 而是一个有着自己使命和责任的领袖, 目睹这一切, 威尔的心情无疑是负担的, 他既是凯撒的父亲, 又是这一切混乱的源头, 眼前这个曾经的小星星, 如今却成了具备自我思考和独立选择能力的领导者, 凯撒的成长早已超出了他的预期, 威尔并没有强迫凯撒, 而是给了他选择的自由, 在同伴们崇敬的目光下, 凯撒走到大树前, 他转过头望向威尔, 仿佛在寻求最后的认可, 得到了肯定的回应后, 凯撒奔向大树, 成为颠上顶峰的王者。 大物散去, 夕阳无限美好, 凯撒站在树顶, 远眺着人类的世界, 仿佛是在凝视着一个新纪元, 影片在凯撒深邃的目光中落幕, 暗示着星星的胜利, 只是一个更宏大故事的序幕。 还记得那位倒霉的邻居吗? 在最后的彩蛋中, 他与富兰克林一样, 也出现了科学的症状, 这个脾气暴躁的倒霉蛋, 无意中成为了源流感的传播者, 颇具几分讽刺的意味。 看完电影我们会发现, 人缘星球与星球崛起, 在星星形象上的呈现截然不同, 在人缘星球时代, 由于CG技术尚未成熟, 动物角色完全依赖演员的化妆造型, 这在一定程度上, 给人一种粗糙甚至出戏的感觉。 相比之下, 借助了阿凡达电影所开创的动态捕捉技术, 星球崛起系列的星星形象变得栩栩如生, 他们的面部表情丰富而细腻, 观众能够从这些动物脸上, 读取到深层的情感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 凯撒的扮演者安迪·瑟金斯早在2005年上映的《金刚》中, 以金刚一角震撼影坛, 随后在《纸黄王》系列中, 以咕噜的形象深入人心。 作为一名动作捕捉演员, 他需要在没有任何实体道具和布景的摄影棚中, 凭借想象力创造出生动的角色。 安迪·瑟金斯的出色表演, 让他声名大噪, 被人誉为CG表演捕捉第一人。 尽管《星球崛起》在2011年上映后, 口碑和票房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但本片的导演伯纳德·瓦耶特却没有继续指导后续作品, 在这部电影之后, 他指导作品屈指可数, 可见好莱坞也并不是那么好混。 然而, 通过影片中的多个长镜头, 以及金门大桥精彩流畅的人员对战场景, 我们可以看到, 导演在场面调度和节奏把控上的高超记忆, 绝不押于任何知名动作片导演。 影片涉及了多个好莱坞传统主题, 如末日科幻, 异族战争, 动物平权, 反乌托邦等, 但他独特之处在于, 电影始终没有提供解决危机的办法。 导演后来在访谈中提到, 在这部电影里, 他领悟到了一个词, 那就是绝望, 一切的抗争都是徒劳, 而只有在悲凉之中, 我们才能正视人类资深的缺点, 看清发生在这个星球上的事实, 平等地对待其他生命, 否则, 迎接我们的就只有致命的惩罚。 红彩